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管唱得怎么样 人做得不错 刚来上海的时候 我就想着 不上班可以 但是不赚钱不行 所以晚上做音乐 白天找了一个运动品牌的兼职 相信大家从我这个气质 应该能看出来 我当时主要负责的就是 女装的这一层 主要是 普通女装那一层 段一段时间 每天晚上在卧室里录说唱 哪怕我是晚辈 也绝对不会谄媚 白天到店里 哎呀姐好看似了 好看似了 但是哪怕我嘴这么甜 也有一些阿姨我搞定不了 比如那种 拖了一个小拖车的上海老阿姨 来之后他们从来不买东西 他们只是想跟你说话 一张嘴就是那种 你过年才会听到的问题 小伙子你在这里上班 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哎呦 才三千多怎么活得下去的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哎呦 没有买房怎么活得下去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哎呦 天天吃外面怎么活得下去 它就走掉了你知道吗 它又从我面前走掉了 我经常感觉这些阿姨来这个店里 就是想来看看我死了没有 这样有一天我真的死在这个店里 这个阿姨觉得我过来说 啊这个小伙子我知道的呀 哎呦 他就是车外卖车死的呀 他就是 要么是租房子堵死的 也有可能是穷死的 后来就干了两月不干了 发现三千多在上海 确实活不下去 就来做了这个脱口秀 还不如那个呢 干脱口秀也两年了 其实挺开心的 但是两年一直有一个事很困扰我 这两年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问自己 我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帅哥 我以前没觉得自己帅 我只知道自己长得不丑 当我干了这行之后发现 干脱口秀 你只要长得不丑 那你就是帅 带着这个疑惑 我去问了我们的公司一个女同事 她说啊我们之前早就讨论过 你不属于那种五官帅的帅哥 你属于我们现在说的那种 氛围感帅哥 我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这张脸上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帅了 我的帅需要这么一个生僻的氛围 作为我帅的定语 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氛围这个词了 我上次听到氛围这个词 还是我在天津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说借堂课 氛围 两个部分啊 氛围两个部分 这是我上次就听到氛围这个词 我的氛围就是这样 就是莫名其妙 但是做投球其实很累 不管是线下演出 还是这种录节目 其实这种录节目真的很累 一天十几个小时 都在高强度的说话 导致每次录制完都是一个 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 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在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之后 在一句话都不想说的状态下 碰到一个特别想跟你说话的 网约车司机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甚至从上车 他说的第一句话你就知道 完了 我们录完第一期的时候 我就碰到这么一个 从上车第一句话我就知道完了 上车第一句话就是 尾号2118 哎呀 2118 送你回家 多大岁数啊 我看你也就30出头吧 我当时太累了 我只想敷衍一下 我说嗯 对 哦 那你们在这个片场是拍电影的是吧 我说是 对 哦 娱乐圈呢 娱乐圈水深呢 千万小心哦 但是赚的肯定不少 那不像我们 一个月累死累活了 才两万多块钱 我沉默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陌生人 四位蒙面就能戳到我的痛处 我沉默了 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 现在这两万多块钱 哪里还算钱啊 你说说 刚在郊区买个房 车贷房贷一还 就剩一万多了 一万多够谁花的呀 够你花吗 对不对 对的 真的 大哥吸着一下之后 我就再也没听到说什么了 我满脑都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没有经过这么一天辛苦的录制 我在全盛时期 能不能跟他聊个五五开 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我聊不过他 他比我还莫名其妙 我就在想 全上海到底有没有一个人 能治得住他 我只想到了一种情况 就是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订单 这个订单 是一个运动品牌门口的订单 上来一个拖着小拖车的 上海老阿姨 上去之后司机没说话 阿姨先说话了 哎小伙子 你看这个一个月赚多少钱啊 我们一个月就两万多块钱 哎呦两万多块钱 怎么活得下去的 两万多块钱 那你这个买房了吗 刚在郊区买个房 哎呦 这郊区怎么活得下去呢 那郊区 那你这个一天三餐都怎么吃啊 我们一般就是 哎呦 你天天吃 这怎么活得 你哪怕吃点外卖的 你哪怕 这长到这儿 谢谢大家 我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